本期的视频我是小薇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中的高楼移动动的拔地而起 在城市中的建设过程当中 有许多建筑都建成了地标性建筑 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 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 迪拜的迪拜塔 台湾的101大厦等等 台湾的101大厦 它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信义区 在2010年以前 台湾101大厦是世界第一高楼 在迪拜塔建成之后 它就退居成为了世界第二高楼 在台湾101大厦的顶端 悬挂着一个重打百吨的铁球 这是为什么呢 看完整知识了 其实不仅仅是台湾101大厦顶端悬挂重铁球 许多摩天大厦都会悬挂此物 今天我们就拿台湾101大厦做个说明 台湾101大厦因为所处位置的原因 会经常遭遇到台风 一个摩天大楼要是要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么它的摇晃感就会非常的明显 一座高楼所受到的台风影响 远远大于低层建筑 如果台湾101大厦受到强台风的影响 那么这座大楼倒塌都是有可能的 为了高层建筑能够抵御强台风 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它的特点 来进行一些独特的设计 而这个大厦顶端所悬挂的 百吨铁球名为风阻尼器 风阻尼器存在就是遇到较大风力的时候 能够减小建筑物的摇晃 另外它也能够降低强震对建筑物的冲击 因此风阻尼器也被誉为定楼神球 中国第一个安卓风阻尼器的建筑 就是台湾101大厦 看完真的是长知识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感谢观看